好 各位观众 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菲律宾的菲尔体育馆 一同来收看今年女排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 今天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 来看一下今天这场决赛中国队派出来的首发 首发二传是14号孙海平 接应21号周叶彤 两位复工19号王文涵 16号胡明媛 中国队的主教练匡奇指导 两位主攻 6号庄宇山 23号吴孟杰 比赛开始 中国队小斜线防守起球 中线防了一个 好球 中国队防得漂亮 4号位强攻 两支球队上来的第一分就是多回合 好发球 胡明媛 后排防守起球 中国队4号位强攻 直线 孟杰把这球打在界内 中国队连续追分 胡明媛是我们本次女排亚洲杯14人大名单当中 年龄最大的球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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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佳南防起重控 许佳南再防一个 好球 张艺山 这个手感非常细腻啊 轻拍了一个心 这个落点非常浅 也让日本队的防守队员没有想到 过往点很低 日本队这个球一传到位了 暂停回来之后一传到位 山中红宇打了一个快球 这样的话 23比25 第二局的第一分 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王文航不篮网 跟掉 这个球 垫得比较远 第二局比赛 中国队一上来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但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 一攻出现问题 从而也影响到了一传的到位率 好球 张勋如在前排进攻拿到的第三分 强行背传一个二号位 这球日本队没有过往 6号张宇山的篮网 日本队在反轮上出现了卡轮 一传半到位 四号位拉开 二财名上 吹了我们前排篮网队员触网 这个球在篮网的时候有点着急了 这样的话日本队25比21又胜了第二局 日本队先发球 第三局的首发二传是14号孙海平 刚才一传到位 王武汉打了一个短平快 周月彤轻拍了一个心 这个就是在进攻端的变化 周月彤今天在二号位和后二 发力打的球也比较多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日本队的反轮 聪明 周月彤这个球打得聪明 球非常难打 在网口上有点进网 快速带了一个手腕 进网球 进网球 中国队在网口上有高度优势 好球 一传到位 专一山把这个球倒地之后 一传保证到位 胡明远打了一个快球 25比19 中国队扳回了一局 探头 刚才这个探头球 在网口上没有把握住机会 有点可惜 轻洛 团体之导很有经验 第四局开局不利 零比四落后 很快请求了暂停 好球 周月彤二号位进攻 第四局的开局 对于中国队来讲 比较困难 好球 中国队双二篮网得分 日本队无攻 中国队前排两点攻 后面的备快 中国队还在顽强的追赶比分 一船到位 中国队再救 这球弹网之后落在界内 这样的话 这场女排亚洲杯的决赛结束了 中国队是1比3输给了日本队 我们要向年轻的中国队的姑娘们表示祝贺 他们获得了第七届女排亚洲杯的亚军 一路走来 年轻队员们敢打敢拼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成年赛场上的表演 恭喜他们获得了本届女排亚洲杯的亚军 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无论何时 哪怕他们身处逆境 也永不放弃 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 日本队获得了本届女排亚洲杯的冠军